HELLO 聊世紀 天天榮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伯冠地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 符文時尋喔 這張地圖的特色呢 是跟阿拉伯很像喔 基本上就可以當阿拉伯來打 那這也有人說是喔 就是舊版的阿拉伯 就木頭比較緊密一點喔 這張地圖其實算是 比較好打直層的阿拉伯 也有人是這樣的說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特色是工兵單位 造價非常便宜喔 那他的黃金兵後期可以轉出老鷹 搭配黃金國可以獲得 100DC 所以本身瑪雅人是 非常吃黃金的文明喔 但是他的資源永續的效果可以讓他 採礦可以採得更久一點 所以瑪雅人算是一個消耗型的文明 但是又有 資源採集的 扛銷性的優勢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博恩帝人 我要選擇的文明 博恩帝人呢是擁有 速成遊俠最快文明的特性喔 這個馬舟科技呢 全部都是半價的 所以遊俠呢 只要65015 375黃金喔 就可以研發喔 甚至大羅馬也是喔 非常的省 甚至呢他城堡時代喔 就可以研發重裝騎士了 所以博恩帝人呢 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奇兵文明喔 那後期呢他的遊俠雖然沒有品種喔 所以對一般的遊俠文明來說是會稍微弱了一點 但博恩帝人轉兵喔 是非常十足的 不管你是要轉劍勇或槍兵都是沒問題的 三攻三防 後期還有火槍跟火炮的增傷效果 所以後期要打火炮火槍也OK 城堡時代打工兵也OK 那後期呢 生旅科技也是稍微可以用的 雖然沒有神權政治跟一端邪說 但是招翔的射程距離跟這個工程器都是能用的 那後期呢也可以考慮點下博恩帝人 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所以後期的黃金也不是那麼的困擾的 如果你是打什麼競技場啊 也可以用這些科技去苟住黃金斷掉的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目前看到左邊有一塊黃金 那這裡有一塊黃金 兩個黃金目前的位置喔 算是還可以的 這個黃金是可以守住的 這邊稍微微一下就行 這個黃金可能是問題比較大 但只要能插一根寶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右邊的部分呢也是可以稍微小微 哇這張地圖真的是好微很多喔 跟阿拉伯比起來 那後來這邊呢黃金的問題呢 應該是右邊這個黃金是最大問題 另外黃金是在最左邊喔 這應該是野金了吧 這看起來是野金喔 另外一塊附金呢 怎麼感覺怎麼只有一塊黃金呢 這黃金 黃金怎麼 有塊在這 不好意思 我一直看小地圖 其實畫面早就已經看到 那還好有塊黃金在後面喔 就問題不大了 那這個黃金跟這個黃金呢 是比較難受的 主金跟這個附金 那如果這邊可以補下TC的話 主金的話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大會要防守的話 要圍死 可能如果要放棄主金的話 小微的話很輕鬆喔 這邊稍微圍一下 我們圍到底 然後挖後面壞附近 主金不要挖 可能就會比較舒服 那瑪雅倫這邊封建時代就開始挖黃金 這一個態度是很明顯的 一臉就是我要打弓兵了 YO這邊呢可能也會直接上射箭場 然後轉出毛病進行反制 好那YO要補馬臼嗎 還是射箭場呢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補射箭場 如果不補射箭場很危險喔 對方的弓兵會成型速度非常快 那邁亞人在封建時代的優勢其實蠻巨大的 因為封建時代的老鷹呢 也是可以蓄於這個慘能的 在封建時代也可以去累積數量 然後到了城堡時代直接老鷹 每個老鷹都變成7點傷害喔 就變成非常難打的一個局面喔 對邁亞的老鷹暴雖然不是南眉文裡面喔 最強的老鷹暴文明喔 但至少他的這個封兵加上老鷹的協同坐在也是相當難受的 那他好像要說什麼 那他好再說什麼 那他好說什麼 那他好像說什麼 什麼影片之類的事情 那現在的YO呢 那現在YO呢 就直接為個大的 инструмент 我上旁還補了一些房子 直接手死 那HERA是補了一個射箭場 按了一些工兵 但是並沒有出門 反而是守在家裡 兩邊前期應該是要打防守 然後轉直層了 那HERA右邊其實有點難圍 看還是要這樣圍到底嗎 這邊要圍死也沒問題就是了 YO最後是把家裡給圍好了 那現在HERA在家裡是繼續產工兵 並沒有轉雙射箭場 準備要來打一個工兵變身 壓制YO的打法嗎 這裡毛兵只按兩隻 有點小偷 HERA這邊點一下城堡是在升級 沒有 哇 前期是打得這麼的 農嗎 但是早知道直接選什麼了 打架 前面是不打架的 兩邊就是選一個直層上去 這也不算直層 就是封建上去 為死開農 到城堡時代 YO這邊沒有補戰毛兵的關係 所以現在HERA直接轉出了老鷹 跟工兵 然後做一個連動 開匣子 而且這邊還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準備要來前置BK 但是我要都看在眼裡 娃娃待會上去呢 可以直接轉馬舊 重裝騎士 現在這個洞好像有點難受 這裡要再補一個馬舟嗎 還要補工程七製造所 先補一個四級 再讀口一下 直接補城堡 哇 沒想到是要打 馬上輕裝兵 這個時間點打馬上輕裝兵有點危險喔 可能還是要補工程七製造所才行喔 因為這邊成型速度會很慢 馬上輕裝兵 即使城堡蓋好了 數量可能還是會有不夠的問題 好 工程七製造所還是補下了 哇 這邊防守做得不錯 四級 防止 把這裡都圍好 這裡看起來是沒有動 好 如果要打馬上輕裝兵的話 這裡黃金要先確保 龍鐵要趕快去去灑才行喔 好 現在馬上輕裝兵按了第一隻 後面是轉出的弩炮 這個模仿快要被打破 現在HERA 紅色開出 但是沒有轉TC 把石頭賣掉的關係 現在沒有辦法開TC喔 除非待會買回來 好 這裡一進去應該就會看到城堡喔 喔唷 有一根城堡在這 喔唷 血量掉了一點 HERA這邊已經看到對手是轉馬上輕裝兵 這裡要趕快轉修道院 去招搶馬上輕裝兵 但馬上輕裝兵的目標是HERA家裡 HERA家裡的正門口 好像都圍死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投車車 要小心 這間場被打掉了 往前走 結果直接吃掉了投車車的傷害 YO這個投車直接擺給 但YO在後面居然又開了一個TC 被強攻 但是卻沒有打算 要直接單純單TC出馬上輕裝兵 而是開啟了農田 繼續農 HERA這邊買了100石頭 開始補下城鎮中心 好 馬上輕裝兵 這邊稍微打一下 木牆 這邊有看到 趕快拿一隻村民過來蓋一下 OK HERA現在生旅也慢慢轉出來 但是家裡沒有生旅的話 被這些輕鬆兵騷擾還是有點難受 家裡要不要補修道院呢 後面有補了一個工程器 招了頭車 炸一發 炸的不是工兵而是頭車 頭車被拿掉了一台 後面的工兵過來 哇 一換二成功 頭車最後是發揮到了自己最大的價值 一換二成功 這波防守做的不錯 進攻也是有給到HERA一點點壓力 有 但不多 所以HERA又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準備繼續農 好 但是頭車過來就不一樣了 這個要蓋房子也很難蓋 這下難受了HERA 好趕快打木門 這頭工兵可能要回救 完蛋了溜進來 沒有打算回救 繼續在前線 頭車 先打生旅 兵裝兵進來了 修道院現在補好像有點慢了 怎麼辦呢 好 正面用青裝兵的地下 直接擊殺掉了一隻老鷹 現在前後夾攻 難受了 好這隻村民不打吧 這是內鬼村民嗎 突然無視他 OK這隻村民回來送死 現在青裝兵在HERA家裏一直繞 好頭車又砸了一發 這邊砸工兵沒砸到 砸到了老鷹 現在正面也開始慢慢能反擊回去了 這頭車砸一發 預判沒成功 工兵點兩下三下 好修理一下 好這個 這個 頭死車 正在拆除TC 這裏直接爆發了一臺 成功拿下一個頭車 打上青裝兵要過來了 好要上了嗎 這波可能會上 但是自己決定不上 頭車砸一發 HERA直接往前走 打了一下 回頭一發沒有打到 殘血活了下來 頭車趕快修 好 青裝兵成功的 換掉了頭死車 但頭死車也被換光 兩邊的交換打得很兇 好這波青裝兵有點失控 也是往裡面深追了一下 好現在要來蓋寶了 我要城堡挖出來 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直接控兩個TC 但上面這個TC好像是沒有看到的樣子 要是能蓋在這個位置 好但是HERA直接買了五百石頭 換了 花了八百多黃金去蓋這根城堡 欸這個抄一抄 決定只拉一隻村民慢慢喬 最後選擇取消不蓋 好這邊確定到了 我要也是蓋右邊這個位置 一定要拉更多的村民過來蓋 好這波招翔 好找到了一隻 好正面的部隊好像決定要後撤了 欸工兵在後面 好能不能攔截一下 WOW這邊村民好像可以 WOW這波有點炸裂 沒了這個城堡可能待會要取消 好但現在馬上清裝兵過來爭取一點時間 工兵繼續往前走欸 好這波抗刃包掉工兵 馬上清裝兵過來 哇直接秒殺了一堆工兵單位 工兵單位只剩下六隻了 後面村民還在撈幹 這波HERA工兵全死 好外面的陣地終於解圍 趕快往外蓋TC 現在是4TC開農 點下輪軸跟料王技術 這波是有點傷的 剛剛透過買賣 換到了一根城堡出來 本來剛剛那個資源 應該是可以點帝王時代的 稍微再農一下的話 那現在要重新回農 WOW這邊則是繼續注重村民術 點下了輪軸 好這裡三隻聖女招翔 劈退了WOW WOW咖哩這些東西暫時打不掉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馬上清裝兵一直在給壓力 這邊二攻要打下去 是二級的工兵鎧甲 要打下去了嗎 這裡這裡 趕快轉一下 到底HERA是要轉羽毛劍射手 還是要轉聖女呢 那馬人的聖女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救贖思想 但是以單純定用時代 招翔敵方的騎兵的話 還是可以用 畢竟有這個印刷技術 跟神權政治了 所以馬人 現在問題也不是太大 那問題是要不要轉槍兵喔 我講完就轉槍兵了 好 轉槍兵算是比較保險的事情 這個洞完蛋 WOW 這個反應趕快圍起這個木翔 要試個洞進去 WOW就賺爛了 這座的招翔 又再次必退了歪喔 好 左邊的房子 再不休 就要一個洞來囉 但是HERA 好像沒時間 看左邊 現在在鑽住正面 因為馬上行中兵可能會上來 哇 第一時間打掉一隻馬上行中兵 但是還是有些行中兵被招翔掉了 但問題是這根寶能蓋起來嗎 羽毛劍射手的數量實在是不夠 所以剛剛就在想到底要不要提升工兵鎧甲呢 還是要提升數量 但是HERA好像工兵數量有點刻不成軍 最後還是把城堡蓋好了 好 這波衝進來 HERA叫你直接殺獵 WOW的馬上清裝兵 賺到了非常多的優勢 這裡直接殺到了28隻村民 資源雖然沒有反超 但村民書已經順利反超了 好大槍兵升級好 HERA這邊趕快轉槍兵 防守了 硬刷技術 也要不要轉一下呢 喔有人已經轉了 但是勝率數量只剩下一兩隻 好這一波馬上清裝兵 做到了大功 現在要再重新去一波數量 好巨頭架起來了 防這個大學一直沒有蓋好 沒有大學就沒有化學 沒有化學也沒有彈道學 哇 論大學的重要性 好HERA這一波直接硬上 算了嗎 不要吧 撤了吧 HERA 唉唷這邊 快走會比較好 槍兵雖然開始穩定起來了 那博文蒂到地龍時代 就可以搭配火槍 配博文蒂 馬上清裝兵的一個策略 是很好 那待會再轉出火炮 應該就可以穩定 拿下 HERA HERA這一波的火力 其實是蠻害怕火槍單位的 那博文蒂人剛好是火器文明的 火槍跟火炮又增上效果 好 波兵開架點下了 彈道學也重研發了 現在兩邊正在對峙當中 感覺YO這邊穩到一個不行 現在馬上清裝兵出了 32隻 待會精銳點完 好賣一下黃金賣一下食物 換一些黃金準備買賣一下 升精銳 換起馬卡也點下 OK 待會移上去B A就完事了喔 火槍地也是相當猛烈的喔 當初剛出來的時候 傷害實在太高了 有經過幾隻改版 買上清裝兵的 能力喔 有稍微下輸一點點喔 第一下傷害沒那麼痛喔 而且這個CD時間喔 變得比較短了 以前是比較長的 但是傷害下降了很多 那是比較正常的 不然以前喔 一隻馬上清裝兵喔 是可以一刀砍死一隻村民的 那個傷害實在太過分了 好 YO這邊是三防點好了 馬上清裝兵現在是十一加二十六 第一刀喔 三十七點的傷害 好這邊上去 好 直接去抓巨頭 巨頭拿下兩台 但是清裝兵直接被槍兵戳成白癡 完蛋了YO 你的主力怎麼就這樣送光呢 那現在還沒有點下化學嗎 那你待會要怎麼處理這些 死衣兵呢 還是要轉戰毛兵 當然轉戰毛兵的話 感覺也是可以的 有三級射 但是現在要轉兵 需要黃金的量也是很多 哇 感覺剛剛直接點化學出巨頭 出火炮 直接拆巨頭就行了 這一波HERA直接上去了 不管了 準備要來用攻擊手 控制蓋寶村民 修寶村民才對 後方的清裝兵 努力反擊槍中 但是好像擋不住 YO本來好像要 直接把HERA給打掉了 結果HERA的馬上清裝兵 HERA的槍兵 加上羽毛劍射手 居然就這樣子輾過去了 我有沒有看錯 我感覺 YO應該是不行了 這個要轉兵 有點為11萬 就把這邊都直接殺進來 你可以炸裂 哇 這邊可以看到資源是領先的 但是只靠單一部隊 還是有點太 太過難產了 這裡趕快補一下 射箭場 好像沒有辦法了 這個羽毛劍射手 進來就難受了 擊中速度之快 攻擊速度也很快 抗兵巨頭又要架起來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可以反制巨頭 這個城堡移掉 結果沒有辦法 轉出馬上清裝兵 沒有馬上清裝兵 那要怎麼打 出自己的主力部隊呢 哇 這是非常多問號的一件事情 HERA這一波 推的速度非常快速 YO這邊轉兵出現了失誤 沒有辦法 及時轉出 可以應對的方法 好馬上清裝兵 現在有點退不成軍 對方槍命數量死來太多 是巨頭架起來 這應該是修不回來了 百分之百修不回來 好 戰毛兵重出來 趕快反擊一下 羽毛劍射手 點掉了生鋁 城堡被弄爆了 好 又補了一根城堡 買了一下石頭 包這一波 很極限 OK 戰毛兵終於全部提升完了 三防 三攻二防 這就是 冬地獲得戰毛兵的完全體 OK 打這些槍兵的傷害已經不錯高了 現在瑪雅人點下金冠技術 黃金國 黃金國要是一旦升級好 YO可能就要投降了 戰毛兵是打不贏老鷹的 而且YO只剩下一個城堡 只能場清裝兵去反擊 黃金國老鷹 所以 這個節奏應該是被帶走了 這個雪球滾得太快了 好 YO這邊點下清奇兵 三攻也補下 金奇兵在市場是想要去抓巨頭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火炮還在生場當中 火炮出來 也不利能夠有好的輸出環境 好 這裡點掉了一台巨頭 羽毛劍射過來 就可以點掉火炮 羽毛劍射手 現在還在守護 矽情投資機 所以我們這一坨蓋馬 就被槍兵給抓到 但這不是問題 好 終於看到右邊火炮 直接把火炮給點掉 正面的馬裝清裝兵 擋住了黃金國老鷹的衝鋒 順利守住了第一波 但是第二波第三波 YO好像受不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這裡 最後這一場比賽 YO居然是單純的打了馬上清中兵 但是一旦城堡爆了 這個巨頭沒拿下來 後面轉兵殘息太慢了 然後被導致自己的農田 直接被控住了第一波 連第二根城堡也被控住的情況下 馬上清中兵的這個慘人 就直接直線下滑 讓HERA有這個很好的能力 直接一點突破 這就是打寶兵單位的最大問題 容易就是被對方直接城堡全部帶走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YO拿下資源上勝利 黃金雖然輸了3000多4000 但其他資源是有稍微一點的 尤其是15贏了快5000 大家不管怎麼說 YO是有點可惜 畢竟左邊這個洞進去也確實抓到滿多村民 但沒想到直接被HERA一波 正面槍兵帶羽毛堅持手帶走了 YO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